大家好,我是星座主编悠悠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 2020年11月6日的十二星座,运史 本人中央星象,月亮巨蟹拱海 同理星突出,完解压力的一天 重点影响星座有 双子座,水瓶座,双鱼座,天蝎座,摩羯座,巨蟹座 接下来了解一下十二星座的具体运史 请同时参考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白羊座三颗星 白羊宝宝今天情绪张力很大 家庭跟事业的平衡,自我跟伴侣的平衡 建议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心平气和的与人沟通交流 金牛座三颗星 金牛宝宝今天的情绪比较敏感 不想与外界多接触 内心深处的某些部分 在受到外界的冲突时 会启动一级防备 切记注意健康,注意调节情绪 双子座,四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情绪比较大 主要是来自自我的矛盾 一方面想要力气行动 一方面又想要安逸的享受 两股力量无端拉扯 尝试适度释放自己的玻璃星 巨蟹座,三颗星 巨蟹宝宝今天压力比较大 莫名的焦虑感油然而生 人际方面一旦出现问题 要尝试理性处理 反思自己的同时 切记否定自己 不建议同理性报表 双子座,四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可以多学习一些哲学 喜爱上学方面的知识 这些对你的身心会有很大帮助 想要旅行 但现实状况不允许的宝宝 可以找一些记录片看看 处女座,三颗星 处女宝宝今天要注意情绪 有人可能变得没有耐心 会对孩子发火 有人会因为过于玻璃星 跟朋友发生争执 有人会因为太过自我 而和另一半冷战 天秤座,三颗星 天秤宝宝今天要注意烂桃花 可能会遇见外在看起来 非常有魅力的对象 甚至想要发生一段疯狂的感情 建议给自己多点时间 等激情过去再做决定 天席座,五颗星 天席宝宝今天会更加留意 跟他人的情感连接 会更加富有同理心 感情方面,可能会站在伴侣的角度 替对方考虑 这样可以大大增进你们的关系 射手座,四颗星 射手宝宝今天在工作上很努力 可能会过度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 建议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这样会让你更有效率 摩羯座,三颗星 摩羯宝宝今天欲望爆表 倾向于大把花钱 可能用于家庭开销 或者想将房子修整一番 可能会不考虑实际情况 而买下一堆没有用的东西 建议理性消费 水瓶座,四颗星 水瓶宝宝今天需警惕过度的玻璃星 可能会因为外界的一些评论而难过 下意识认为 若有人都在否认你 切记过度放大情绪 尝试完全的接纳自己吧 双一座三颗星 双一宝宝今天的财运有些惨渴 不适合投资 如果随便听行他人介绍的投资机会 还有可能是被粉饰过的 事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点赞转发,言声开挂